要说演员要想把戏演好呢 首先必须第一点就必须拿下台词了 可是在前不久的一期金星秀当中呢 金星老师却突然爆料 有些女演员因为背不出台词演戏的时候 全程都是用数字代替的 镜头一给到这个数字小姐的时候 她在干嘛呢 眼了啊还能挤出来 但她是这么表演的 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 节目中金星一针见血的指出 现在不少演员拍戏时候的漏洞 背不出台词 全部指望着后期配音 虽然金老师并没有指名道姓 但是这区区一句话 却瞬间在网络上激起千层浪 寻找数字小姐成为了网友们最感兴趣的事 很快94年出生的青年演员徐璐成为了重史之地 一别数年如今相见是高兴事 张姐怎么反而哭了呢 2012年年近18岁的徐璐出演了电视剧 《甄嬛传》中的甄嬛妹妹欲绕一角 虽然戏份并不多 但是小小年纪又没有任何代表作 就出现在这样一部收视率和口碑 皆是巅峰的电视剧中 徐璐的表现自然备受关注 非表演科班出身又要被大段的古文台词 莫非她就是传说中的数字小姐 那个时候又是新人怎么可能去说一些一二三四 我觉得导演也不会让我就是把我直接走开 对而且因为导演毕竟是很有文化程度 然后他对演员要求也会很高 对于这个头衔徐璐否认的很干脆 人家说了在街道《甄嬛传》剧组邀约的那一刻 什么都没空干 一门心思就只想着背台词了 那个是台词真的很难背 我就是从开机背到我拍的那一天 就几乎每天都会摸一遍 虽然徐璐洗脱了自己的嫌疑 但咱们金星老师也说了 自己在节目上说的一字一句都是事实 所以数字小姐这样的现象 在影视圈也的确是存在的 这部女演员刘涛就曾经遇到过 确实经历过对方说一二三四 可不是空穴来风 这是不经验也只是不专业 当时也是一个古装戏 然后有一个女孩她八几年的 然后说她演我妈妈 镜头给我我依然在演着 然后她就真的在旁边 一二三四五六七 哇塞 不就我那个内心 我真的是有点点 她在干嘛 这个经历让出道多年的刘涛 也是大跌眼镜 接着我们的镜头 她也告诉大家 这种演法千万要不得 忘了你也可以不说话 你千万不要说 我说这个东西你影响到对方 这是很要命的 真的很要命 虽然这个不专业的数字小姐 并不是圈内知名的演员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确定 这个现象确实是存在的 特别是某些大型的古装剧 哪怕是个女二女三号 台词也是多到不行 瞧瞧蜜月传中的马苏 出演《红高亮》的时候 周迅也是被台词折磨到不行 让他不得不向搭档朱亚文抱怨了起来 但是最基本的被台词都做不到 怎么能当好一个演员呢 在这里小编就为你找来了一些 惊艳老道的演员们 给大家支支招 台词不是问题 千万不要把台词当负担 任何一个年代 任何一句难的东西 任何一个你不理解的 你就把它理解 台词是一个表达 我要表达给对方什么东西 你自己得理解得明白 你就不会忘 我拍的戏里面 对演员的要求 如果这样的 也不可能去请这样的演员 有特别难背的 但这个就是演员 演员需要做的功课 包括你拿这份钱 你要对得起你的职业 就应该做的 反正就做这行的 别的脸可以丢 这个脸丢不了的 不仅仅要记住 你还要去理解它 还要很准确地表达出来 台词的话 我觉得能把台词记住 是每一个演员的基本 应该掌握的一项技巧吧 幸运的再见 走好不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